現在問題是一些貧窮或未有清醒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規定究竟那個印花要在付錢之後 多久要吸下去才代表有效 或者也都沒有講明是否沒有吸是沒有效 這些法例上是沒有講明的 各位府主的意見都是覺得可能旅行社那方面 我們自己作為消費者或者在議員方面是很難去監管 但是很難控制他們究竟結業還是怎樣的經營手法 但是那個情況應該落在有關的旅遊協會 或者一些監管旅行社的機構上他們怎樣去 因為我們在會上留意員都幫手帶出一些很實質的問題 他們過往譬如舉個例就是這間旅行社究竟過往經營了那麼久 但是那個印花機是沒有用過的 而旅遊業協會或者有關的方面是完全不知情的 所以就是怎樣可以保障消費者 就是我們整個會議的核心討論